游戏怪谈之墓地 我是专家 在圣安迪列斯里 有一个神秘的墓地 它位于洛杉矶外面高速公路正对的一个名为 帕洛米诺西的小镇里 首先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广告牌 广告牌上有一张怪异的笑脸和一串文字 广告牌的后面是一个教堂 在教堂里有一小块墓园 最深处的一个棺材前面可以看到一把铁锹 而棺材是被打开的 里面什么也没有 夜晚还会散发出悠悠的光 在周边的墓碑上 似乎都能看到克勒和之前类似的奇怪笑脸符号 由于让人琢磨不透 在多年后 官方终于针对这个地方写了一篇短文 解开了谜题 而这篇短文的标题叫做暴露的棺材 这座石棺在当地广为人知 而这个铁锹其实暗指了一个美国著名的连环掘墓案 犯下这个案件的人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爱德华西奥多盖英 还记得之前广告牌上的文字吗 翻译过来就是驱车前往忏悔会 游戏里的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不要忘记这个事件并且珍惜美好的一切 不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